集合来的动物森游会发售一个月了 我的Nuke商店也升级完毕了 我看大部分小伙伴的进度 都是已经邀请KK到自己的岛上来开过演唱会了 也解锁了这个可以改变河流和地形的铲子 开始了完全体的DIY状态 也就是豆森暖暖 到这里基本上就算是大局已定了 然而空荡荡的广场只剩我一人 连国际巨星KK的演唱会 也只能开在我们张力拿跳广城舞的地方 除了狸猫一家 只有四位三姐妹开了一间店 这个广场有点萧瑟呀 这一代的动物之森好像少了点什么 还不少 直到4月23号更新了狐狸 然然还有新的美术馆 狐狸其实是系列一直都有的老NPC了 一看这个围裙你就知道 哈哈老奸商了 他会卖给你不知道真假的画 这里的名画都是根据现实中的真实名画改编的 你要拿到博物馆鉴定 鉴定出来是真的才能够收藏进美术馆里 鉴定出来是假的 根据我进一步的小道消息 我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系列的NPC 以这个新店铺啊 新角色新活动的方式加入到游戏里面来 所以就让我宁半仙开个天眼 测算一下 New Horizon还有什么值得期待 首先最最最重要的就是鸽子咖啡厅 咖啡厅可能是动物之森系列里面最重要的地标之一 算是一家网红店 镇子上的小动物们有事没事就会到这个咖啡厅里面点上一杯咖啡来喝 店名叫The Roost翻译过来就是鸟窝 玩家也是可以去店里面的 花上二百零钱就可以点上一杯咖啡 如果你不趁热赶紧喝的话 鸽子老板还会跟你翻脸哦 这个就是我之前视频里面所说的生活的仪式感 赚那么多零钱放在银行里面也没有什么用嘛 每天喝上一杯咖啡才有意义 因为老板Brooster是富达的好朋友 因为他俩都是小鸟 所以最早咖啡厅是开在博物馆里的 每周六KK还会到咖啡厅里面进行演出 接受点歌 后来在New Leaf里变成了有自己的店面 玩家还可以去店里面打工 给客人端咖啡 根据经验猜测New Horizons里 鸽子老板有可能会把店开在博物馆里面 也有可能自立门户 我当然是希望后者啦 这样我的小岛就会看起来更加热闹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第二个是 就是目前游戏里只有建造桥和坡道的时候 才会看到的游泳 不过游泳只是其中特殊的一个 这个Gyroid其实就是一些可以挖出来的陶泳 在游戏里面算是一种手办吧 鸽子老板就非常喜欢这些陶泳 有的时候还可以在咖啡厅后面的架子上 看到这些陶泳 以前老板还会帮忙保管陶泳 还有自己专门的鸽子系列陶泳 这些陶泳的原型 是日本的直轮 是日本古墳顶端和墳丘四周排列的陶器 日本最古老的一种陪葬品 据说这些东西摆在墳墓四周 好让死人的灵魂进入陶泳 借助雨水的冲刷 地上就可以挖出这些陶泳 一共有一百多种 可以摆出来当家具 可以开关 邪门的是 如果你在房间里放KK的歌 打开着的陶泳 还会跟着KK的歌声唱歌跳舞 难道整个动物之森的小岛 都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坟墓上吗 我觉得咖啡厅和陶泳会加入到游戏里面来是早晚的事 绝对是板上钉钉的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确定呢 最早是有人挖掘数据 然后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神秘的代码 其中呢就有代表博物馆咖啡厅和陶泳这两个词 然后有个别网友发现 他跟他的村民进行对话的时候 有出现过像老板啊咖啡厅啊陶泳这样子的关键词 基本上实锤了 接下来这个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一作当中看到的 而且我也觉得大概率会在后面的更新当中出现的 那就是Kepin Kepin是一个河童 是日本这个神话故事里面的一种传说妖怪 过去呢在航空业还不发达的年代 对是没有嘟嘟的 那时候就需要河童划船带我们出道 他会这样一边唱着歌一边去开船 虽然他每次唱的曲子都是一样的 但是歌词都是河童新编的 主要呢就讲一些自己的生活琐事 吐槽吐槽老婆什么的 听完歌我们的目的地度假海岛就到了 算是他们河童一家的承包旅游项目吧 海岛农家乐 你可以参加各种活动项目来获得奖牌 兑换限定的商品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玩法就是潜水 换上潜水服在海岸线附近按A 就可以到海里游泳了 潜水可以发现海底生物 这是一种新的收集要素 在水族馆里会有单独的一大块展区 河童和河童带来的潜水玩法 还有新的水族馆图件 如果能够加上的话 会是非常大的一块游戏内容 目前支持这个说法的依据是 也发现了diving的代码 还有seafood的代码 但是河童呢目前还不是特别确定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河童应该还是会有的 你看我们小岛每个小岛上面都有一个荒废的码头 看起来就像是给河童停靠船用 连狐狸来停船都只能够停在背后的沙滩上 这个码头绝对大有用处 除了鸽子 陶勇 河童以外 系列以往的NPC还有很多 但他们原本的好多都只能够被其他的部分所替代掉了 我来说几个肯定不会以重要NPC身份登场的角色好了 羊驼夫妇 根据4月23号的更新内容 我们接下来的6月份结婚季 羊驼夫妇就会来巴猎岛上拍婚纱照 他们俩以前是开二手商店的 玩家和你的村民可以在里面进行二手商品的交易 第二个 Harritt 他开了一家理发店叫Shan Prudel 以前像化妆啊 理发啊 带美瞳这样的事情就必须要靠他了 现在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找一面镜子 直接换就可以了 Harritt也没有开理发店的必要了吧 第三个 海狮 Phineas 以前呢他负责这种玩家抓了多少鱼啊 有什么抓鱼的成就啊 都是他来管的 现在因为有了李树的系统 Phineas 估计要找点新活干了 第四个 警察局 还有两只狗狗警官 警察局原来存在的意义就只有一个 就是失误招邻 毕竟动物之森里面能有什么治安问题 里面最大的恶霸可能就是玩家本人了吧 哦 还有奸商们 不知道现在这两只狗狗如果想来登场的话 会以什么身份呢 第五个 邮局 邮局的业务已经被这个嘟嘟航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架子取代了 不得不感叹科技发展非常迅速 于是我们再也看不到送信的醍醐 Pete了 第六个 暴躁艳术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 这个你玩3DS版本的时候 如果你突然没电啦 然后强行关机啦 总之那个存档没有保护好 你在打开游戏上线的时候 迎接你的不仅仅只有西施惠 还有这只暴躁艳术 他会出来干嘛呢 骂你 专门骂你 很凶很凶啊 骂骂你 那现在这个暴躁艳术 只会在你掉线的时候出现一下 挺温柔的 还有 Rover 是一只小猫 这只猫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角色之一 在New Leaf里 一开场 玩家遇到的第一个角色就是Rover 这只猫 他会在火车上坐在你的对面 然后用他的花言巧语 巧言令色 最终把你骗到小镇上 去当市长 虽然是被骗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喜欢他 因为他身上带了一种神秘的气息 有一丢丢危险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迷人 希望New Horizons后面的更新当中 能够让我偶尔见一下Rover吧 还有以前的系列里面是有很多任天堂主题的物品的 比如说三角力量的家具啊 领克的帽子啊什么的 我这里呢 就有一个火焰大栏杆 它叫Fire Bar 我们说到了一些肯定会更新的 还有一些肯定不会加入到本作里面的 最后还剩下一类就是大概率会更新 但是以往也并没有出现过的内容 还是根据小道消息啊 就是之后可能会出一些种蔬菜啊 或者是做菜啊之类的 但是具体做成什么样就不太清楚了 任天堂给本作还是准备了一些大计划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未来不断的更新啊更新啊更新啊 玩个七八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大家可以保持期待啦 最后来说一些我个人的小期待 希望有一些真正的小游戏可以加进来 《动物之三》真的是太适合加一些小游戏了 完全非常自然 颇有违和感的 第二个 希望可以让我收集KK现场版演唱的唱片 我觉得好多歌曲还是KK唱的比较有味道一些 希望可以让我全收集啊 还有就是赶紧把连机的体验提升一下 现在的连机也太落后了 进出人还要关闭对话框 淘马的遗憾自你威武凶庄 留下你的三连 祝你这个什么呢 连机不掉线